大家好,我是青木 昨天网友问的是法师要不要上肥 也就是咱们该不该给他使肥 不使肥又会怎么样 这一个问题就要看情况而论 这个要取决于咱们想不想让这些多肉植物长得快一些 或者抱头多一些 或者说是空型还是怎么的 可以看到我眼前这颗美杜莎 这颗美杜莎之前我拍过吧 那我可以看之前的视频 那个头就是那么点三四厘米那么点大吧 以前那会儿度过下以后 我从价格装上掰下来还没跟了 多小啊 这边这颗也是 包括右边那颗花嫩也是 花嫩稍微比这些大个一两厘米 这些都非常非常大了 比以前都翻了多少倍 翻了十几倍都不止了 这三个盆里面用的都是田园土 以前那会儿撕过几次肥 那个肥撕的是那种水溶液的肥 那个肥的作用呢 比那种什么动物的粪便发酵过的 比那种肥肯定是比不了的 就是很轻微 再看眼前这颗叫做欧加利 这颗欧加利也是 这颗就不是田园土了 这颗土就更差一些 这颗我也吃过几次肥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水溶液肥 等会儿我再拍一下 再看看这边这颗 这颗叫做田茶法师 这颗田茶法师用的那些土啊 里面就是叶康还有沙子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叫白色的珍珠盐 然后里面还混了那种兔粪 也就是发酵过的兔粪打成粉的 这颗长得非常快了 以前那会儿就是一个主头 带了一圈的芽 然后从另外一个盆 换到这个盆里面 换到这个盆以后 当时换土嘛 那个土我都是加了很多兔粪的 那个兔粪放的也比较多一些 这个长得非常快 再看看另外一种形式 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那些苗比较小的 你想让它快速生长的 快速爆头的 就尽量食一些肥 法师类的和其他多肉还不太一样 这个法师对水啊 对肥的还是有一定需求的 看到眼前这颗非常大的 这个大脑桩 我把这个土掰开看一下 这颗法师叫做黄中斑 黄中斑是斐碎层的一个编异品种 它的中斑井 这些土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养分的 我挖出来看一下 这个你看就是这种沙子椰康 这些一挖我 因为我自己配的土 所以一挖一点我就知道了 这些都是那种有点带黄土 黄泥土 还有一些田园土 田园土都非常少 很多沙子椰康 里面还掺了一些珍珠岩的 这个非常大 因为是这种老庄 所以我用的土都是营养非常非常少的 这边这一颗就是翡翠层了 这颗也是 像这种装本身就非常大 咱们也不需要它 让它长得非常大非常高的那种了 你就可以考虑这么空 至于它的叶片舒展程度多少 这个就取决于咱们浇水了 你想让它叶片薄一些 你就少浇水 平凡一些呢 就可以让它叶片长得更加宽大一些 就是这些的区别 因为这些营养跟不上以后 它爆头 各方面都是困难一些的 这些就是针对咱们这些老庄 不想让它再生长了 就可以考虑这么做了 白色袋子里面装的是兔粪 这些发酵过的 我在网上买的 这个东西也很便宜 大家也不用问我在哪里买的 你自己在网上搜索一下 买就行了 大同小异 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这些东西我也不想推荐 不想产生什么利益的问题 我也不想当什么中间商 卖着卖那的 我只是发一下视频而已 还有就是右边这种肥 右边这种是那些水溶液肥 水溶液肥网上也非常多 就是咱们常用的这种 焦多肉焦花的这种肥 这个肥大家按说明书 对比一下焦就行了 这个肥你可以焦的频繁一些 比如说一个礼拜焦一次 除了兔粪 还有一些羊粪也是非常好使的 下来就到一些牛粪 还有别的都是可以的 尽量用那些发酵过的 不发酵的是很容易烧根的 这些打成粉以后比较好用一些 因为你可以搬在土里面 如果说你想让那个法师 长得更厉害 那个养分更足 你可以掺个三分之一的比例 就是说那个体积 比如说一罐土 你那个三分之二是普通的土 然后三分之一 你放的都是这些粪 那些法师会长得非常非常快的 而且抱的头也会非常的多 一般那些大棚的地方 很多都是这么干的 他们放的肥 一般编个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你搬在土里面也行 放在那个土底下也行 都是可以 这么做的普遍都是针对一些带井类的法师 因为带井类的法师长得快 好卖钱嘛 还有一个就是带井类的法师比较容易上色 所以不用担心它特别的长土 那些普遍类的法师很多那些大棚族 倒不会那么猛啊 那个下的肥它就很普通了 有些甚至肥都不是下太多 用普通的田园土也是够的 因为普通田园土的养分 已经足够咱们养这些东西了 就是大家用田园土的 你混一些沙子 你不吃肥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抱很多头的 只是说没有那个施肥吹的那么厉害 这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小区城镇里面居住的 不太方便去弄那些田园土的 这些就是用网上买的那种营养土也够了 那种土还更好了 而且还比较疏松透气 那种土它也掺了有一定的营养在里面的 那些土如果说你想让它达到更好的效果 长得更快更猛烈一些 抱头也更多一些 那你就可以考虑在网上买一些这些肥回来 然后搬在土里面 包括还有一种那种黄色的那种黄色肥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那种肥力远远比不上这种动物的肥 这些动物发酵过的肥 那个肥力确实是特别厉害 它比水龙液的肥要强大很多 就是看大家的需求 如果说你需求大 想让它更快更快的 那你就尽量买一些那种动物类的 发酵过的分别 那些东西你掺的多一点 掺多一点它也是不会烧根的 不要想着我这个东西一放多了 它很烧根 因为这些东西毕竟发酵过了 掺个三分之一都没问题 只是普通的想让它吹一下 也就是有一定营养 让它稍微抱一些头 或者长得快些 那你就可以像我刚才说的 淋一些水龙液肥 或者一些那种黄色的颗粒的环食肥 就可以了 你不食肥也可以 反正不食肥嘛 还照样这样长着 也不是说难看 反正看大家各有喜好 每个样有每个样的看法 除了一些小苗 我很多时候都是不食肥的 包括用田园土 因为田园土的肥力足够了 所以我丢着也不是特别管 只是偶尔的 像那刚才说的那些带井类的 我才吃一些肥 让它长快一些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